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钱多钱少 够吃就好 人丑人美 顺眼就好了 人老人笑 健康就好 家贫家父和气就好 老公晚归 有回就好 老婆啰嗦 顾家就好了 孩子从小就要教好 博士也好 卖菜也好 长大以后乖乖就好了 房屋大小能够住就好了 名不名牌能够穿上身就好了 两个车或者四个车行得到 驾驶得到就好了 老板不好 要忍就好 一切烦恼 能解就好 他说 坚持执着 放下就最好 人的一生平安就好 不是有钱 一定会好 他说 心好 行好 命就能够改好了 谁是谁非 天知就好 收福收惠 来世就更好 天地万物 随缘就好 很多事情 看开就好 说这么多 明白就好 人人都好 就日日都好 你好 我好 世界就更加好 总而言之 知足就最好 他说 这个短讯就真的很好 如果我不发给你 就是我不好 发给你 就大家都好 你说 我对你好不好 我看到这一篇 你说他能够令你 误到一些道理也好 或者在你不开心的时候 给一些鼓励你也好 但看完之后 就真的觉得很好 所以今天就在这里和大家分享 这只是一个开场白 其实在今天就想和大家说说朋友 其实朋友在我们一生人里面 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尤其是年纪大了一个人 我经常都听到他们说 年纪大了之后 其实有三样东西是最重要的 第一就是要有个老伴 有个老伴在身边 陪着自己 照顾自己 互相扶持 另外就有老伴 其实这个老伴就好像刚才说 够食够用 其实就可以了 就不要去强求 因为知足才是最好 最后一样东西就是老伴 即是说朋友 朋友真的在你人生里面 其实是付出了很多很多的时间 给我们 还有给了很多乐趣 当然有些朋友也会给了很多冲击我们 但是这样才激励到我们 明白到人生就是这样 朋友我觉得 怎样能够结交到呢 其实都是随缘的 在街里面这么多人 为什么你会相识到这个人呢 为什么你在什么情况之下会相识到他呢 他也都在什么情况之下可以相识到大家呢 其实都是说一个缘分 甚至乎有些结缘的话 都可以成为终身的伴侣 是吧 很多都是由最初是朋友开始 跟着拍拖 跟着之后大家才会在一起 结婚也好 或者一起都好 都是由一个朋友 这个分分开始 也都有一些朋友 是很趣味相投的 你一见如故的 一见到 即是大家一谈开 原来很多东西大家都很相似 看法理想都很相似的 那些自自然而很快就会成为 大家可以谈得到的朋友 但当然有一些你相识了之后 即是话不投机的 很可能大家的意见都不同的 可能就说话就少一些 但是这样又不代表不能够 日日成为好朋友的 很可能只是在某一些观点角度上 大家不同 但是只要大家有个心 彼此去关怀对方 真的正是为对方好 一样可以成为好朋友 当然有些如果是完全 好像说的 他不着的 那就根本就是 不会成为日日很好的朋友 但是又不可以说不是朋友 一会儿都说有朋友 其实是分开很多种 但是朋友的确是可以改变到你的想法 或者甚至乎改变你人生 尤其是他还是求学的时间 但是我们经常都认为他还是求学的时间 我觉得在父母的立场来说 得而且确对小朋友的朋友 是非常着重的 如果不是古代也不会有 就是《孟母三千》这个故事 其实对小朋友的成长的影响 其实对一个小孩的成长的影响 其实都挺大的 在我自己的看法 其实朋友是分开很多种 如果我给分 我自己现在想到的是有六种的朋友 由一分至六分 六分就最好了 六分是最多分数的 在我自己就是这样的分析 看看大家会不会到 和我是差不多的想法 有一些就是生死之交 两挟插刀肝胆相照 这些朋友真的不需要多说 也不需要整天都接触 但是当你有事的时候 他是赴汤道火的去为你 这些朋友是很值得去尊重 我也有幸有一两个朋友是这样的 虽然我们大家现在生活在一个不同的国家 但是我们永远就算几多年没见也好 一见到是无所不谈的 还有有些什么我们是不会有隐瞒的 当然现在我们Touchwood 很好我们大家都没有一些 是真的需要到说要赴汤道火去为对方 但是在各人的心目中里面都会知道 如果是一个有事一定会大家帮忙 这些就真是很难得 很难得的 这些朋友是什么时候相识的 其实就真的在大家绝无利益冲突之下 才是相识的 就是学读书的时期 这些都是同学了 同学现在已经变成朋友了 因为离开了学校了 同学是由小学已经认识的 一直到中学到大学 大家分开了 但是永远仍然有那份感情在那里 如果我给五分的就是有什么呢 这些朋友真是很明白你的心 他可能一见到你 其实很能够令到他了解到 今天你的面色有点不妥 一定有事发生的了 他会明白他会在你身边 你告诉他他会很乖 你不告诉他他又利用一种默默 去支持你的方法 去支持你 你知道身边有他在 这些是一些很知心的朋友 还有又是很喜欢说的 是知无不言 让你都可以说 很交心的一些朋友 好了 一些四分的朋友 我又怎么去分呢 就是一些饮食的朋友 饮食的朋友就是很开心的 其实这些饮食的朋友 因为为什么呢 见到他只谈风月 不谈其他 我们经常都说 跟朋友一起不讲是什么呢 不讲的宗教 不讲政治 不讲工作 大家坐在一起 很开心的风化雪月 不需要有任何内容 想都就讲 也都不需要负任何的责任 讲完就算 开开心心 嘻嘻哈哈 其实有时 我们都很需要一群这些朋友 因为生活实在太多压力了 有这些朋友一起的时候 其实可能一个晚上 带给你很多的欢乐 或者一个周末 带给你很多的欢乐 大家开心心嘻嘻哈哈 喝红酒 聊聊聊天 吃吃东西 那就过去了 回到家 你很累了 很舒服了 你又睡觉了 有时你的朋友也有一种吹化剂 在你一些这样的 有时你觉得很苦闷 或者觉得有困扰的时候 其实他的帮助很大 所以他也是佔多高分的 四分 好了 到有些三分的朋友就是 一些点投资家 怎样叫点投资家 大家如果见到 嗨 但又不要这么快说 拜 嗨 可能谈了两句 你怎样 有空去喝茶 但永远都不会去约 可能今天挺好 可能我说一些很 ad hot的题目 哪里减价 或者 哪里有什么发生 是吗 就是那种 有时候挺好的 你会觉得挺开心 原来自己也认识到一些 很多这样的朋友 过来 走过都会说 嗨 好似觉得 自己的生活圈子 都不是那么孤独的 都带给你一些满足感 好了 到两分 就是一些利益的朋友 利益的朋友 为什麽只有两分 其实大家都不是不好 利益大家都想要 只是说 你这些利益的朋友 你没有投放一些感情 你不要投放那么多 如果你投放多的话 很可能一分钟 你会觉得容易受到伤害 或者当利益冲突起来 很可能就会令到 很多有发生一些 不开心的事 都会有 但这些你大家会知道 你自己会去避免 是吧 大家可能 真是在一些利益上 大家合作到的 是朋友 合作不到的 亦都不是仇人的 只是不过说 随时会有一些变动而已 我自己 如果给到一分 或者甚至乎 其实我初都想是零分 但零分好像不是那么好 吃蛋 就有一些很虚伪的朋友 这些朋友 我完全是接受不了的 如果是虚伪的话 你很难去预测它 那整天都会有戒心 你会觉得 今天他会不会又在骗我呢 所以这些朋友 我自己是比较怕少少的 尽可能 真是没办法之下 那就去相处一下 应酬一下 如果不是 尽量避免 因为为什么呢 就是有时太过不开心 会令自己很困扰的 是吧 这些就是我对朋友的那种分类 其实朋友都会带给你很多快乐 好像我刚才有说过 有一些资深的朋友 或者一些心交的朋友 可以和你分享快乐 担忧悲哀 你有什么不好 不开心 有个肩膀给你挨一下 即素下苦 你开心的时候 有人和你一起拍手掌 其实朋友是 在你的生活里面 是占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 你也不会怕寂寞 有整群人围着你 聊聊聊聊 那就不寂寞 就像刚才那样 那些喝喝喝喝的朋友 都很好吃 还有朋友有时真的会帮到手 有时你有困难 或者有什么需要帮忙 打个电话 有很多朋友 朋友真的都可以帮到你 当然身边的人都会帮到你 你至亲的人都可以帮到你 但是帮你的范围就会更多 但是有些 有朋友又会令到你 有什么痛苦 我觉得有些人很喜欢教小圈子 有些就很喜欢 有些就喜欢围着一堆 妒忌你 杯葛你 我想这些是女孩子 会多一些 但我不是性别歧视 因为很可能天性的问题 男士会不会有呢 可能男士也会有 多不多 我不太清楚 男士的朋友 不知道会不会同样 遇到这些问题 我想最伤害最伤害 就是被朋友出卖 尤其是被最好的朋友出卖 因为我现在常常听说 朋友我来做什么 我来出卖 这些是说笑的 但是的确是当利益冲突 或者是当某一个程度上 大家分裂的时候 真的会被出卖 这些例子我都听过有很多 但希望大家都不会遇到这些不开心的事 好了 今天的时间都差不多 但我临走之前就在这里 这个又是我朋友给我的一些材料 在这里又跟大家分享一下 所以朋友时真的很好 尤其是冬天 大家都有主护手 有些冬天又会爆炸 有些裂开流血 很辛苦 我有个朋友 他email了一些资料给我 大家试一下 看看行不行 试一下先 不知道会不会大家敏感 因为这些药材的东西 不知道大家试一下 如果真的敏感 当然要不要用 最好就是试一试在手背那里 先敏感 才轻轻地浸一下 就是这个霍香一两 生菌五前 白梵五前 黄精五前 用一斤的米醋浸8小时 浸以上的材料浸8小时 浸8小时之后就用蟑螂 蟑螂就用玻璃瓶装好它 如果你到真的爆炸的时候 其实就浸一浸下去 浸下去 看行不行 浸了之后 如果是可以的 就继续 之前大家一定要试 看看会不会敏感 敏感就真的不好用 因为有些朋友的皮肤是敏感的 好吗 大家不妨尝试一下 参考一下 好 今天说到这里 下次再见 拜拜